第24題 它說ABCDEF是一個RIPISM 然後它說BD和CDEF這塊面的甲角 找一條直線和一塊平面的甲角是怎樣 直線在這裡 平面在這裡 直線和平面的甲角其實是需要由這條直線畫一條垂直線的平面 然後這個相交的點和投影點連一條線 這兩條線夾出來的角就是我們上次的甲角 一條線和平面的甲角 在這裡D、B和這個紅色的表面有哪個點 就像這個A點一樣 在一個重疊的地方 就是D點 D點 OK 如果有這條垂直線畫到平面 在這裡 即是D、B這裏哪條線可以畫到垂直的紅色面呢 應該就是BF 這個由B點垂直畫下去 然後再練習它 這是一個垂直角來的 這個角就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答案是BD、F BD、F 即是這個